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董事 以目前的统计表来看 如果DNZ工作室和乙万品牌 同时开发以琉璃钻工艺为主打的产品 那么从宣传 制作 人工成本上 就是独家开发的二点七倍 但是利润增长却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少 平时都是一百以上 对啊 董事长 我们再去沟通一下 去我办公室吧 以望能够走到今天 初中和灵溪两个系列共不可没 顾心妍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如今顾心妍脱离以望成立新工作室 甚至要与你争夺对琉璃钻的使用权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我现在的心情恐怕董事长无法想象 你我都清楚 能将琉璃钻设计出精品的人 在东城甚至国内 就只有顾心妍一个人 顾心妍的设计才能无可厚非 但是现在耗不起的不是我 是DNZ的董事长 不如我们各自退一步 既然我们都拿到了授权 各自开发无疑是内耗 最终肯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我提议 以望和DNZ联名合作 所有的利润五五分账 股权是我出的 设计也是我这边出的 你却想和我五五分账 是不是有点太过贪心了 这一点我仅仅是从董事长身上 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 怎么我觉得你是有过这儿无不及呢 你觉得自己吃亏了 我还觉得我被人占便宜了吗 最近我得到了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 都是关于王婉东的 既有吃回扣的 也有利用植物之变中饱私囊的 总之都是在挖东城的墙角 这个王婉东真是太过分了 你想怎么样 接受我的五五分账 并且把王婉东交给我处理 王婉东我可以交给你处理 但如果我不答应五五分成呢 那我就只能把证据交给警方了 把王婉东移送法办 林总 认识你十几年 我真的没有看透你 董事长可以慢慢看 好 我答应你 董事长爽快 这会是一个多赢的结局 告辞了 我们就来吧 咱们只要明显 你消息画法 做一切吗 你心里 누나 乘客制定了 但是要听一切 就是你不动 快 还是我们得责为 你说你提副总监这个事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发个短信的时间总有吧 你不都知道了吗 你是不是诚心瞒着我呀 是没有啊 李卓然升你的职 你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吗 我觉得不管他什么用意 我职位越高 对你跟姓妍的帮助越大 而且这是我没能力做的事 现在机会来了 我肯定不能放弃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 你的那个黑客手段 不能到处乱用 听听没有 不是 哥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你就别替我担心了行为 你干什么呀你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你能负责吗 你不是来请我吃烧烤的吗 服务员 来五个腰子 该点的都点了 五个腰子你吃得了 吃得了 补补补 孟总监 董事长的助理来了 说是有重大的人事变动要宣布 大家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行 知道了 既然都倒到齐了 我们就开始吧 孟总监 董事长决定将你调离地案的这工作室 不再负责工作室相关的销售工作 即使生效 上午就交接一下工作吧 董事长 为什么突然把我调过去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好 我自己去问问 孟总监 董事长今天要会课 特意告诉我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请 进 董事长 您找我 对 走吧 我原本打算派王稳东和孟萧萧他们去帮你的 但是他们俩似乎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还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让你分析了吧 没有 那你觉得他们两个怎么样 王总监已经被冬城踢了出去 我不想过多地去评论 但是孟总监 他业务能力很强 他被调离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 既然想不明白 就不用想了 我决定将琉璃钻 交由你的DNZ和林总的一望 联名共同开发 你这边负责设计 林总那边负责营销和推广 最终的利润五五分账 虽然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 但是没办法 冬城内部的有些利益 是需要平衡的 林总 他也同意联名开发 他占了那么大的便宜 怎么会不同意呢 我听董事长安排 宽四十六 梁夏高 行好 梁总 那先我记一下 梁夏这个门啊 孟总监 您回来了 什么情况这是 昨天工程部来人 说要给您的办公室装修了一下 这两天 您就在办公区给我们对付一下吧 行了 我知道了 孟总监 这是董事长助理 帮我送来 让您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客户名录 董事长的意思是想让您在这周以内 把上面所有的客户都拜访一遍 这些客户当中 连一张过百万的单子都不可能有 直接让分区经理去不就完了 为什么要让我去啊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行了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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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的不请自来 我有话跟您说 董事长 您为什么把我调离DNZ 为什么不提前智慧我一声 如果我哪儿做得不好 您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不是你做得不好 而是你做得太好了 这么长时间 你处心积虑地讨好我 可是到底替谁做事情 你心里最清楚 董事长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误会 我问过你是否了解这个宋承 你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接触过他 那这些照片你怎么解释 还有 你跟林毅见过好几次面 你们都到底聊些什么 有什么不能在公司里面聊呢 董事长 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 但我请您认真地回忆一下 我在您身边这么多年 我有做过任何损害您的事情吗 我做过任何损害您的意思吗 我当时要是您的手标 那是您的手标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想得到您的手标 那是您的手标 我现在想得到您的手标 你怎么在这儿态着呢 你早就知道宋诚不会出售股份 很早就跟他达成协议了吧 你早就知道宋诚不会出售股份 我像个眉头苍蝇一样 为了你东奔许总忙着忙着 可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对你来说我就像一颗棋子 一颗随时都能被你抛掉的棋子 晓晓 你说你要买宋诚的股份 我已经阻止过你了 可是你还是做主张的去见宋诚 还让李卓然发现 宋诚是不可能卖他的股份 晓晓 这些年你在东晨所做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拼搏得来的 我清楚你为我做的 等我忙忙了东晨现在的事 我会补偿你 要不你先休息一顿 送你去国外散散金 我再乎过东晨的一切吗 我心里想要什么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懂 要忙吧 慢走 ciao 跟我自己保险 不知道 才有底气不平凡 只是偶尔心酸 不知该怎么办 我怕你要爱我 你这话 后天我们工作室将要进行第一次的内审会 这次的内审会究竟有多重要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在会议上我将阐述设计理念 风格还有元素 至于说市场风向还有大数据分析 都会由林总亲自负责 下面我就简单地跟大家阐述一下会议的内容 琉璃钻作为十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独特珠宝产品 再加上近期负五元素的回归 大数据分析 各位前辈 这就是本季度由东城集团EV1品牌 还有DNZ工作室联合推出的新产品 琉璃钻系列 大家都知道 琉璃钻这项工艺 已经绝迹于市场十余年了 这一次我们正式运用了 东城创始人唐婉容女士的 独家专利工艺 琉璃钻 琉璃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多吉少 不能说点好听的啊 怎么就那么没信心呢你 我就是对咱们顾经理太有信心了 才在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 我就主动要求过来 这头一泡产品要是砸了锅 我以后想会遗忘都回不去了 芳芳啊 说了多少次了 做人的立场要坚定一点嘛 你吃了这么多回馈了 还不长机心啊 主宝的色彩无一雷同 细节精细蹊跷 流线飘逸大气 从主宝的思维要求来说 完成度极佳 这件珠宝的设计 还体现了一种 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 珠宝的质地 更像 更像水一样 天然纯净 清澈透明 清澈中 又步伐流光溢彩 其中的光泽 又透着泉水的阴柔与奔放 我拿珠宝呢 跟水来比 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的浅介 我边上的庄老师呢 是我们业界公认的 资深的珠宝建立大师 我们还是要来 听听庄老师的意见 来 来 这位庄先生 是出了名的乖脾气 但是她是火眼金睛 而且观点独到 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 常有异于常人的见解 顾经理 那就麻烦你 给各位专家 详细地介绍一下 你的设计理念 好 各位前辈 琉璃之美 在于她 似珠似玉 所以为了更加凸显 琉璃钻的独特光彩呢 我们在设计方案上 琉璃钻的特质呢 就是 折射率高 特别是不同角度 薄厚 以及不同色彩的光 通过折射 可以呈现出 立体的视觉效果 庄老师说得非常对 各位请看 我们这一次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凸显 琉璃钻的特性 凸显琉璃的灵动之美 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呢 我们并没有采用太亮 或者太纯的琉璃钻 我们采用的是 有层次 而且光泽度不同的琉璃钻 为的就是展现 最立体的视觉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小青说的一点都没错 能不能有点信心 再说了啊方方 不是我说你 星言对你也不错 一想调来工作室 马上就把你调来了 再说了 怎么着现在有点考验了啊 你就想撒腿就跑 我那就随口说说嘛 那你不担心啊 你们大家都不担心啊 你姑娘回来了 姑娘回来了 我那就随口说说嘛 姑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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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言 我跟你说 没事 真的 别灰心 万事开头难 第一脚肯定更难踢 再说了这设计不过 咱们再改嘛 大家都在呢 你们自己看吧 来 来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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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妍 成了是吗 对 我们通过了 我就知道顾经理的设计啊 是最棒的 跟着你走准没错 你们说是不是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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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刘黎赞项目是我们工作室 拿到的第一个项目 现在通过了测评 这是我们全组人共同的努力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如何抓住消费者的心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二 三 新权 新权 勇往直前 新权 新权 一般到先 工作 不走 好 好 好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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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赞系列 虽然取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但是要想在市场上形成爆款 还有一场销售硬仗要打 璀璨自从有了大金主撑腰之后 每一次的营销手笔都大到惊人 如果我们的营销策略跟不上的话 那么这一季的产品 仍然没有胜算 怎么了 我发现你现在 不仅有设计思维 还有营销思维 毕竟我也有过一段路边创业史 去吧 董事长 你好 琉璃赞系列的营销预算 您看到了吧 林总 现在的市场环境 不是谁有钱谁就能赢的 客户更重要的是看设计 品质 你要对咱们自己的产品 有信心啊 是不是 我们非常有信心啊 我希望这次的预算 要高出火热一下至少两成 所以还望董事长 关照一下财务部 早点批款 林总 这次的项目 公司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公司花的每一分钱 都要经过全部董事的同意 你的意思我清楚了 这件事情我会跟其他董事 商量一下 怎么 董事长不同意我们的预算计划 他一个人把控着审批大权 却要把责任 推到每一个董事身上 这一次的项目是 Yvonne和DNZ共同开发的 她为什么不同意啊 谁知道我 你们那边的工作不能耽搁 要继续往前推进 预算的事情 我来想办吧 好 我知道了 来 难得清洁 喝点茶 我也能留一赞 进来 进来 新年 给你带了 好吃的 补充一下体力吧 谢谢你啊 喂 董事长 喂 新年 你在公司吗 嗯 你能去我办公室那边 把我的古巴雪茄拿过来吗 好的 送到哪儿 周济酒店 好 我这就去 这么晚了 董事长找你什么事啊 他让我去送点东西 正好 我去跟他聊一下 关于营销企划案的事情 那你把东西吃了再去啊 你替我喝了吧 路长 小心啊 嗯 李董 听说进来又有新动作 无偿转让了 百分之二的 手里的东城股份 换了个什么工艺技术 那可是百分之二啊 折现的话 甚至可不低啊 李董 你怎么能无偿转让呢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们说呀 李董是有名的金双盘 他怎么会缺钱呢 一定有大动作 藏而不漏 钱再多总是有数的 但是用股份 可以捆绑 核心技术人才 才能让企业的凝聚力增强 技术人才看到希望 企业才更有希望 这是东城发展的理念 是 喂 董事长 我现在已经到了 您可以出来了 好 那我出来 董事长 这是您要的 谢谢 辛苦了 我想跟您聊一下 关于这一季营销方案 预算的事情 我知道林总已经 把电子版发给您了 所以我又给您打印了一份 这个方案是 营销的小伙伴们 连续做了好几天才完成的 所以请您务必一定要看一下 看来跟林总的合作 挺愉快的 一点都谈不上愉快 因为您指示我 一定要跟他好好合作 所以我就只能全力以赴 不 我 那就先放在我这儿 有时间看一下 董事长 还请您 一定要尽快地看一下 因为其他公司的 新一季产品 已经马上就要上市了 我们的工作 一定要做到前头才行 你是在跟我讲营销吗 说到营销 您才是鼻祖的 我 我就是太着急了 其实我也着急做好 刘梨钻的上市工作 但林总的营销预算 实在是太高了 我还要再说服 其他董事会成员 审批的时间会比较长 其实我也在想别的办法 现在屋里有两个 资本行业的人 我正在跟他们聊 你正好来了 进来认识一下 或许有所帮助 好 来吧 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 最优秀的设计师 顾兴颜 初中和灵溪系列 都是出自她的出名 兴颜 这位是 知心资本的 明总 这位是 复兴投资的庞总 明总好 庞总好 好 难怪首饰设计得那么漂亮 原来本人更美啊 坐坐坐坐 他不做了 他还要回去加班 我助手有点事 所以他帮忙送东西来的 特意进来 跟二位打个招呼 欣颜 没事 你就先回去吧 好 明总 庞总 很高兴认识你们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好 马上就要进行琉璃钻的 试卖推广活动了 到时候广告牌的摆放位置 还有加签的摆放位置 还有加签的摆放位置 都要特别注意它的细节 好吗 林总好 好 林总 您来巡店 我听说你们找店 做出销活动 我就过来看看 正好有关营销推广的事情 想要找您聊一下 预算批下来的 你预算批下来的 你再说吧 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 董事长的想法 他觉得预算太高了 审批起来会很长时间 让我们应敌制宜地想办法 这是他跟你说的 他又想提高利润 又不舍得花钱 然后让别人去想办法 这是他惯用的纪念 如果他这招管用的话 你想想 东晨这两年的利率 能如此下滑吗 就是因为现在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不如说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倒不如真的让我们 自己想办法 不要等他的预算 你当时怎么办 我希望您可以给我 十家店铺 作为试卖推广点 到时候以点到面 用销售数据 跟董事长说话 好吧 按你的想法试试 谢谢 这次我们拿到的 十家试点店铺 全部都是位于商业区 是中高端白领工作 还有生活的区域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下班的高峰期 还有午休的时候 做现实测绘 这样就能吸引客户的注意力了 没错 十天 十天的时间 琉璃钻的发售能否成功 再次一举 同志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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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来 欣妍 喂 明康 你那个店铺的情况怎么样啊 忙活了一上午 我只卖了三家 那其他店铺呢 其他店铺我也问了 情况都差不多 你先别着急 也许大家中午 都赶着回去吃饭呢 我们晚上再看看情况 行 保持联络 拜拜 进来 来 老大 咱们实验店的日报出来了 您看一看 怎么样 据这石头佳店长来反映啊 我们琉璃钻系列呢 不仅没有拉高客流量 反而降低了销售额 为什么呀 您想啊老大 我们琉璃钻的这个优惠啊 力度太大了 大多数客户啊 都奔琉璃钻去了 而忽略了店里其他的产品 甚至于有个店长问我 我们这个琉璃钻试卖 什么时候结束 行 我知道了 那 那我出去了 谢谢啊 林总 怎么样 这几天不太顺利了 虽然说现在的业绩 没能达到预期 但是距离十天的市营业 还是有时间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加大 降价力度 是可以挽回局面的 你看 你看看那个品牌 我希望你做不懂 它为什么能在全世界 做得这么成功 它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市场 营销策略也不一样 我觉得你可以用心地琢磨琢磨 林总 我还是觉得说我们 琉璃钻的定价有点太高 琉璃钻的价格 已经接近成本价了 我不同意降价了 再说了 琉璃钻的促销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 其他品牌的正常销售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三天之后 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琉璃钻停止销售 提前下降 欢迎光临 欣妍 嗨 给你带了好吃的 谢谢 谢谢 今天情况怎么样 今天林总还亲自过来 给我下来做好痛点 你看什么呢 你看啊 这个品牌呢 它始终依托着 领先的科技 创新的理念 还有时尚的设计 还用一种非常清明的方式 和令人幸福的宣传途径 让消费者来感知品牌 体会到品牌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终于明白 林总话里的意思了 销售势头不好 我就一味想着说要降价 反而忽略了品牌的自身价值 我们应该让消费者 体会到它珍贵的自身认同感 欣妍你先吃点东西吧 不用 好 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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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当晚都在夹班 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吃个头啊 关键是老加班还不见成效 这不是白忙活吗 就是啊 行了行了 都少抱一两句吧 这就先到这儿吧 你俩先回吧 好 不要注意安全啊 走 拜拜 拜拜 靳妍 跟昨天一样 行 行 那我知道了 等一下 告诉你们俩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怎么了 我们得继续加班了 怎么又突然要加班了 刚先打电话来说 有新的方案了 我们得从布置橱窗开始 他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怎么就想一出是一出 方案来了 先来看看吧 你看看老大 叫什么呀 我刚看的一条热搜 你看看 你赶紧看看 我告诉老大啊 最新消息啊 老大 咱们琉璃钻啊 还没上市呢 昨天夜里三个小时 就三个小时 我们预售了千人 怎么样老大 千人哪 厅长 再多分出五家店给顾兴岩 告诉店长 一定要全力配合 没问题 另外通知李卓然 我们准备将琉璃钻 正式推向市场 好 太好了 你怎么不笑啊 你稳重点 你一天到晚 神神叨叨的 太高兴了 是 注意了 从打开店门的 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要进行 我们琉璃钻系列的 试卖推广活动了 我们这一次的卖点是 我们将秉承着 东城一贯的清明价格 让所有的顾客 都可以享受到 琉璃钻的 世界大师切割级技术 明白吗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行动 你们可以到那边 认购登记 小琴 你好 这是你们店里的新款吗 没错 这个是Yvonne 和我们DNZ工作室 联合出品的新作 叫做琉璃钻 怪不得这么多目 有没有食物 可以试带一下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产品 现在还没有上市 它是全球现实 全球限量发售的 但是如果您感兴趣呢 可以找我们的同事 认购登记一下 好啊 好啊 那我去登记一下 好 谢谢啊 小琴 来登记一下 谢谢啊 好 来